反而遭到了美牙的表扬 并为她准备了好吃的点心 这让小星很是疑惑 觉得今天的妈妈有点怪怪的 便去洗手间洗手去了 可这个时候 另一个小星已经把点心吃完了 等洗完手出来的小星发现 点心已经被吃完 于是小星问妈妈 她的点心去哪里了 美牙说不是刚才已经被你吃了吗 但是小星却表示自己才刚洗完手出来 这时美牙说道 要不是你帮忙除掉院子里的杂草 她才不会给她准备点心呢 小星发觉有些不对劲 等她来到院子中发现 杂草已经被拔得干干净净 这个时候美牙又让小星去帮忙买洋葱 讨厌洋葱的小星并不愿意 便想溜出去玩 而路过镜子时却又傻了一下 到了黄昏 为了逃避买洋葱而出去玩的小星 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家里 一进门却见到了那那子姐姐 正当小星准备与那那子姐姐玩耍的时候